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 我們今天又開始熟靈欣賜的網上直播論會 我們會討論到關於 今天講到怎樣領受和加強我們的熟靈欣賜 這次講到如何得著和加強熟靈欣賜 當我們知道熟靈欣賜這麼重要,這麼寶貴 我們如何加強熟靈欣賜 如何得到和加強熟靈欣賜 這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內容 第一就是自然傾向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自然傾向 但是神創造我們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這個傾向 我們會有這個自然的能力傾向 例如我小時候 我很小時候,我聽到音樂已經很有反應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去荔園 你知道我的年齡和你們的分別 那時候有荔園的 我爸爸帶我去 那時候我聽到那些 那些carousel carousel 中文叫什麼 就是有些馬圈圈 一邊轉,人可以騎上去 那些 一邊播音樂 我還記得那個音樂 但是我唱不出來 不過我記得那個音樂 那時候很深刻印象 就是 譬如很多人會留意 留意到 看到那些馬 我也會留意到 但是我同時 我就是留意到那個音樂 我小時候已經聽到音樂 很有反應 我還記得那時候 有一些很幽怨的 音樂 我聽到很感動 我小時候 我爸爸出口琴 我也很想學 其實我發覺我們 我們幾個子女 全部都有音樂的傾向 那這個就是一個自然的傾向 有時候是遺傳的 那都是 神放在不同的人 他裡面是有不同的質素 那這個呢 很多時候我們就可以在這方面發揮 那第二呢 就是建立和神的關係 就是說呢 我們和神的關係 但是呢 越好的時候呢 就越能夠發揮 和得祖恩賜 因為聖靈就會 賜給我們的 我們越多親近神 深信神的愛 有時候我們不一定要求 那樣的恩賜 其實我 那些恩賜 我是 我所記憶 我全部都沒有求的 我基本上是發揮 我試用而發揮 但是呢 我沒有說 阿神給我哪樣 我沒有去求 那樣東西 但是呢 神就給我了 那所以呢 我覺得是和神的關係 重要在一起的 那第三呢 就是 所有信的人 都有權力 趕鬼 和醫治 這個是在 馬福音十六章 十七至十八節 那裡所說的 信的人必有神跡 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命 趕鬼 說身謊言 後來呢 後面那裡說到 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就是說到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信的人 信的人 都有這個權力的 都有神跡 除了他們 所以這個是神應許的 這個是權力 權力不同 因此 因此就是有些人 特別有 醫病趕鬼的因此 他特別強 但是基督徒 不用說 只是找那些 特別強因此的人 我們任何一個人 都可以為人 祈禱 醫病趕鬼 神都可以 使用的 這就是權力 即每一個基督徒 其實 那句說話 他有說出 就是趕鬼 和醫病 但是 因為他說到 信的人必有神跡 除了他們 這個神跡 未必限制於 這兩樣神跡 也都可以 是有其他的神跡 信的人 其實 在需要的時候 都可以 去奉耶穌的名 求神行一些神跡歧視 比如說 在被迫伯的時候 求神 用方法救我們出去 或者用方法 保護我們 脫離仇敵 攻擊我們的人的手 好 這些都是 因為這個 包括在神跡 所以我們 可以 在 深信 神 可以賜 權兵 神跡 給那些信的人的 第四 就是我們越多運用恩賜 恩賜就越加強 就是越 去運用 比如說 我其實那時候 我看到 黃利文講道 黃利文講道 是很多 很多動作 聲音很大改變 我看到他 我又嘗試 我自己嘗試 我也在 以前 我在聖經大學的時候 我有收 大眾傳播 我有讀過 就是做話劇 那些 我有上課 一起出去 我們有個暑假 出去 去不同的教會 去做話劇 在外國 我們其中要練習 就是不同的表情 我也有運用這些 表情 在我講道的時候 有時候 我會 譬如那些人痛苦 或者開心 很希望 我會做那些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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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聲音也會跟著改變 這是在當時我們 受訓練的時候 曾經學過的這些方法 我在廣道的時候也會用 我們 譬如說 為人按手祈禱 我們越多運用 神就越可以使用我們 為人按手祈禱 帶來 人們經歷聖靈 或者有神職歧視 隨著的 因此 第五點 因此是聖靈 隨己而分級各人 就是神 祂有祂的旨意 祂有祂的心意 就像Kathleen Kuhlman 加富爾曼 祂的醫治是真的強勁 不得了的 有一個人叫Robert Liardun 他寫了一本書 講到神的將領 講到很多在聖靈中混作的領袖 他有講到 這個 富爾曼 他說他小時候在富爾曼聚會 看著一個修女 他的手是捲曲的 他坐在輪椅的 但是當 在富爾曼祈禱的時候 他的手指 他聽著 他的手指一邊伸展 聽到啪啪聲的 然後 整隻手伸直了 然後 他又開始 動他的腳 然後可以起床 其他修女 就是 其他修女 帶他來 推著輪椅 又把他扶起來 又把他扶起來 這是在 Robert Liardun 眼前發生的事 所以 Robert Liardun 他在小時候 有去天堂 他形容天堂 很好的 他形容 他說到 他進入 生命河的時候 他說 譬如你普通進入水 那些水不會進入人的裡面 但是他進入生命河的時候 那些 他在地上的沙發 他說 坐下來 他跟坐地上的沙發很不同 在地上的沙發的時候 有時候坐下來 會不舒服 動動動動動動 要調教身體 他說坐在那裡 那個沙發會調教 根據他 他的身體的形狀 調教 那麼他就 坐在那裡 是很舒服的 他說 這個 跟地上的沙發是完全不同的 那這些都是 這個就是 Robert Liardun 他很珍惜那些不同的人 他們有的恩賜 他就記錄 他有記錄不同的人 如果你聽到英文 你上網找 Robert Liardun 他的Robert 加一個S 有Liardun Liardun 如果你不記得 你可以問我 好了 就是聖靈隨己 而分級各人 但是我們越親人神神 是越給我們的 那麼也都 譬如我們 我們的心 很想 能夠 譬如為人 醫病 滾鬼 那些其實已經 聖經說了我們 可以有的權兵 那麼我們是可以 放心去用 還有 我們都可以 祈求神 給我們更大的能力 但是我的意思 就是說 不要好像 哇神 你不肯給我 我很不開心 你快點給我 我們不需要有這種 負面的感覺 不需要有這種 好像 神啊你快點給我 尤其有些人追求方言 是非常之 很大壓力之下 很大壓力之下 追求 神啊你快點給方言 我這樣求神 也有很多人 他就 覺得方言 就是最重要的 在這個 領受 聖年充滿 其實我覺得 很多樣的經歷 都是重要的 就是人們會經歷 喜樂 平安啊 愛啊 能力啊 這些都是我們 可以經歷的 聖靈 就是臨在 因為當我們經歷 聖年充滿的時候 未必就是 會是 一定是 方言先的 但是有很多人 就很注目在方言 他們就沒有去留意 也都沒有從聖經去留意 其實經歷聖靈 可以是 平安啊 喜樂啊 愛啊 能力啊 這些都是經歷聖靈的 但是很多人就 經常追求方言 就說 不斷求神 事方言也有時候 會模仿一些人說方言 這些 變成就不是神秘的 這方面我就覺得 不要勉強 也有些人呢 他就說 你試試說吧 說方言 那你的聖年充滿了 我們真的覺得 這個未必是的 反而他愛慕神呢 他經歷神很大的能力 臨在他身上 他為人祈禱 可以人都經歷聖靈 我會這樣定義聖年充滿 聖年充滿 聖年充滿是什麼呢 自己祈禱的時候 可以高度的經歷神的臨在和工作 而為人祈禱別人都可以經歷 這個我覺得呢 就是以他的益處為主要的跡象 他的益處是什麼呢 是我們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 興省愛 能力 這個是對我們大的益處的 以及為人祈禱都可以經歷的 這個以益處 他對我們的幫助 作為主要的聖年臨在的表現 方言是造就自己 但是不只是方言一樣東西 才是聖年充滿的表現 如果有方言是好的 即是有方言是好的 不過不需要注目在只是方言那裡 我發現有很多人第一 初頭經歷未必是馬上講方言 但是我有見過即時講方言 我有見過 但是有很多人不是即時講方言 而我在幫助人的時候 我永遠都不會叫他 你嘗試講方言 我是一直叫他愛慕神 由他講方言 就是他自己 聖靈帶領他去做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叫他講方言 就會出於自己的意思 他不一定是聖靈充滿的 好了 第六就是 因此是為了侍奉神 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或者炎耀 所以我們追求因此 不是為了 我要一個人 我要很有能力 我能夠醫病趕鬼 將來可以帶大聚會 有時候有些人注目是這樣的 我們應該注目在神的計劃 神要我帶大聚會 他自然會為我預備大聚會 如果不是的話 不要緊的 我們幫幾多人 神都會喜悅 當然 如果有機會 去做大的聚會 我們應該做的 我不是反對 不過不要注目在 我要聰明一些 我要有大的聚會 要聰明一個人 這一點 就變成炎耀自己了 注目應該是說 我眼前做到什麼我就做 如果有機會 我做大的 我可以做大的 如果沒有的 我依然做小的 我都一樣這麼開心 一樣感恩 第七就是 切募 蘇聯恩賜和運用出來 就是心切募 切募 我先說到 不要強求 因為神有他的心意 我又說 這個意思是 我們可以切募神 你的心意是什麼恩賜給我 如果我們心裡 很想醫病 趕鬼的恩賜 我們可以祈求 但我們不需要 每天都是求的 但是我們的心 愛慕神 神你可以給我的 去愛慕神 愛慕神 你給我任何的恩賜 不一定要我指明那個恩賜 但如果我們真的有這個心 我們是想 真的 當那個地方有很多人有病 有邪靈 我們可以切募 是為了 為了能夠祝福教會 為了能夠祝福別人 就不只是祝福自己 譬如謊言 是造就自己的 主要是造就自己的 當然他也會幫助人 更加領受靈界神的說話 因為他是講說各樣的奧秘 是可以有這個發生的 那我就會說 如果神要給我這個恩賜 他會賜給我們的 我們反而是 切募那些神 就是使用的那些恩賜 是可以祝福別人 建立教會的 那些的恩賜 是我們應該更加切募這些 因為在《光臨多前書14章》也說到 切募屬靈的恩賜 尤其是造就教會的恩賜 那些我們就更加切募 但是呢 我們都不要天天的 神啊快點給我醫病恩賜 我要很強很強的醫病恩賜 我們都不需要這樣切募的 就是我們就是切募神 神啊我學上來 我很想給你使用 我很願意帶著神你的 應許 你的能力去祝福別人 當我們這樣有這個心的時候 神都會把各樣的恩賜 賜給我們的 就是那個注目 不要完全放在恩賜 而放在恩賜的時候 都是為了祝福的人 我們就是親近神 有去使用的時候 神就會賜給我們各樣的數量恩賜 就會更大的發揮 越使用就越大發揮 所以在我的聚會 不單止我為人祈禱 我也叫人互相祈禱 好 還有我就會鼓勵人 就問回對方 在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經歷 有沒有什麼感受 這樣就讓人知道 他為人祈禱的時候 他自己為人祈禱 他知道他為人祈禱的時候 人的經歷 也可以堅固對方 對方自己祈禱的時候 就知道可以去到這個位 但是因為我們聚會的 一群人都經歷過了 就是留意我們為人祈禱的時候 神的同在和能力的程度 OK 好 那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關於我們以上所說的 得著和加強 杜林恩賜的方法 我們先祈禱 如果有問題 待會可以問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大家可以放鬆的人 站起來 投入去愛慕神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神有一切封聖的恩典 基督已經升上高天 努力受敵 將各樣的恩賜賜給我們 神啊 你能夠將各樣的恩賜賜給我們 你是 所有的一切的資源都有了 包括一切的恩賜 我們親近你 愛慕你 遵從你 你必然將需要的恩賜賜給我們 你教我們用心靈感激神 整個人去歡喜神 感激神 親近神也都運用我們的恩賜 神就會將更大的恩賜賜給我們 更大的能力賜給我們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神 你真好啊 我們感謝讚美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倚靠你 我們享受你 我們喜歡你 有神萬事足 阿歷路雅 善歹耶穌 善歹 liberté 主呀我們渴望你 我們渴望你 恨求圣灵充满我心。 恨求圣灵改变我。 恨求圣灵充满我心。 恨求圣灵释放我。 恨求圣灵充满我心。 恨求圣灵改变我。 多谢天父,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的大恩,多谢天父的大爱。 求主与我们一起充满我们的心灵, 加力给我们。 使用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 将各样属灵恩赐赐给我们。 主,我们渴慕祢。 我们渴慕祢和祢有亲密关系。 亦渴慕祢赐给我们任何的恩赐, 叫我们能够祝福别人。 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渴慕的心。 有这个信靠神的心。 神一定将最好的赐给我们。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 神你真美好。 耶稣你真美好, 你一定将最好的赐给我们。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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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真好。 主振爱我,主振爱我,主振爱我, 你对我振好,我振爱主,我振爱主, 我振爱主,你对我振好, 哈利路亚,多谢耶稣,我们越兴散越容易得到神的恩赐, 求你帮我们很兴散,很兴散,来到亲近你,轻轻松松亲近你, 深信你将最好的给我们,我们的心就兴散起来平安, 没有淡子,没有烦恼,多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耶稣,神祢真好,耶稣祢真好, 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 加力给我们,感谢天父,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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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谢耶稣,求主更新我们每一个,提升我们每一个, 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多谢天父,哈利路亚, 好,有没有人有任何回应或者问题? 牧师,我想刚才回应一下你那个,神变我得你恩慈, 恩慈是按手祈祷,信心那里, 那我上个星期六呢,就去传福音, 去跟那些劉真平牧师那些团队, 那他两个拍档呢,都是姊妹来的, 那当我去,尤其是那些学生, 那些中学,小学那些学生, 我都去祈祷行去, 真的神变我都要去, 特别到的, 还有可能那个时间呢, 又是放学,回到家的时候, 十一点多, 那我都可以奉顺心, 可以行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两个人一个呢,就讲那个神怎么去重造, 怎么去救, 就是那个救恩, 我呢,就去按手祈祷那里, 就是一天一边站着, 那我就去求生力充满他, 去他的心, 就是我就是这样去, 他心里面站出来, 我就没说很大声说, 那我感觉到呢, 真是很不同的, 就是跟母这样去, 两个去黑白, 一个去讲信息, 一个去按手祈祷那里, 就是后果没那么好, 很大分别, 怎样很大分别呢? 就是, 当我去这样跟他配搭, 跟那个姊妹配搭好那时候, 就是我自己去, 有时候封言, 有时候什么宗教, 看到圣灵那一刻, 大恋去按手和祈祷的时候, 我灵那里跟他祝福他, 他是很投入, 那个, 很投入, 那个姊妹说那个救恩, 那说完呢, 看到那个好享受, 那最后呢, 就问他耶稣去哪里, 十个, 都有八个,九个, 他去心里面, 又去天上的, 看到他是很享受, 而且得罪很大的, 是真真正的, 他自己要打开心, 就是两受到那个救恩的, 就是我就看到那个祈祷, 还有那个信心去祈祷, 按手祈祷的那个效果, 嗯, 好, 感谢主啊, 感谢耶稣, 那情况呢, 当你看到那些人反应好, 你就一定去鼓励他们去继续跟从神, 就不只是当时信主, 还有呢, 就都, 比如邀请他回聚会, 或者如果他愿意把电话给你, 或者你把你的电话给他, 让他可以继续被跟进, 因为很重要, 不要就是那时候信耶稣, 而是他以后跟从耶稣,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注目, 当他们有好的反应的时候, 都会鼓励他们回到教会, 去认识神, 跟从神, 都告诉他们, 跟从神的重要性, 就是告诉他们, 我们不跟从神, 是可以很快离开了神的, 尝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尝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之, 生命就改变了, 就是做这些, 慈建立他灵明的教导。 好, 谢谢。 这个都是对所有人, 全福音都是一样的, 因为呢, 只是当时说信耶稣, 不代表他以后跟从, 所以一定是即时就教导他跟从耶稣, 祈祷, 教导他祈祷, 看圣经, 上网下在圣经, 回到教会, 或者, 如果他愿意的话, 给个电话我们, 我们说, 我们不会骚扰你的, 我们只是传一些, 帮助你的信息, 也不要传得太多, 其实基督徒呢, 我们要学习一件事, 不要以为多就好, 有些人在群组, 不断发信息, 其实是, 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来的, 我们是, 就是说, 需要重要的是, 我们先传, 不要整天传, 这样呢, 除非个人赞成, 譬如说, 每天我都给你一些经文, 那我们就每天一次, 这次, 就不要每天一扎一扎一扎, 那人就不会来, 多病? 我认为你一扎一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